學生自信底拉著小提琴 動人悅耳的旋律 令現場來賓聽著著迷 這可不是來到哪家咖啡廳 而是綜合國中與台北雙溪浮輪社 共同打造的希望廚房 樂鬧的節目啟用儀式 吸引各界代表共襄盛舉 要感謝雙溪浮輪社的幫忙 將設計的資源引進到學校來 再經過一年的努力 以及強達將近九個月的規劃設計 希望廚房終於在今天落成了 我們主要是要提供社區的孩子 學校的學生能夠有多元體驗 技職教育 校長很開心當初向台北雙溪浮輪社社長 提出專業教室的計畫能順利施行 也感謝浮輪社提供改建經費和施工規劃 讓一間原本是校內閒置的教室 變成像是具有規模美感的餐廳 我們來成立這麼一個小組 大家來思考這麼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我們可能會分有三年的計畫 那最主要是我們有一個叫全球獎助金 那我們打算申請三萬七千塊美金 那今天這個絕排一次的錢 不包含在裡面 這是我們只能把個人捐出來的超過一百多萬 所以我們最多大的希望的時候 真的在整個教育的觀念要改變 不是唯有讀書高 現場也準備豐富的點心和飲料 讓貴賓享用 甚至還貼心底製作拍照小道具 讓大家可以拍照留念 許多來賓對希望廚房讚譽有加 希望能持續運作下去 點亮學生的未來 注意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